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团的利益 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小总你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大老板跟小老百姓的对决 是一个阶级的对决 所以蔡英文所主打的就是 你们这些大老板有几个人 这些大老板全部都去挺好了 一个人 一票 你的员工全部是挺台湾共事的 这个操作方式能够成功吗 国际平均党曾经成功过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包括他的小猪 小猪是小老百姓存了钱 然后他要把他打出 蔡英文中给你1500万 所以你是跟财团 那个组头你跟他要善意 他是大财团 地下黑金财团 他是要打成这样 所以他现在到处讲 马上就是跟有钱人在一起 那我是跟台湾人民在一起 蔡英文其实他当然没有跟有钱人在一起 因为他自己就是有钱人 他自己有钱人不得了 有啊 他有跟有钱人在一起 因为他副手也很有钱 对 副手每个月 67万的保险费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其实都是有钱人 但是对蔡英文来讲 因为他涉及了乙昌案 对很多人就对他没那么相信 他为什么是有钱人 你应该自己先去解释乙昌 你为什么可以赚1981 空子奖啊 不一支富贼贵 以我如福云啊 他是他每天在讲公益 那公益你这个富贼贵 其实就是由不公不义而得来的嘛 但是现在企业家的乡庭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 老师会说 因为选举现在只剩下9天啊 所以他会有一个气势 就大家会看说 是不是好多人都去挺这个人 你看其实还不要讲这些企业家 包括什么苏志芬的哥哥啦 然后什么原来的杨秋心啦 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这些人通通都靠过去买一种 那他会变成一个选战 大家会看说 西瓜大鞭嘛 有这种感觉 这件事情就唐朝的曹业 能够做了一个解释 唐朝 曹业怎么写呢 美人如新花 许嫁还毒手 请勿青铜镜 终日自已宠 你要看看 为什么人家不往你那边靠嘛 你用青铜镜照一照自己 哪个地方还不够好 我不要觉得 别人的错都别人的坏 坦白讲 企业家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工作 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关 叫经济责任 社会责任 难道企业家要开始做政治吗 企业家如果搞政治的话 他就不叫企业家嘛 那企业家用他的力量 他的头脑 去创造更多的旧的机会 坦白说企业家的利益 如果能够扩大 就是国家利益 假如民进党有这种证据 证明说 这些马云友集团 都透过特权 马云友集团给他们特权 搜刮国家的工具 搜刮国家的财富 这边写公文 这边自由党统统长 每一个都这样的话 那这有成立 如果没有他就不成立了 对因为他们受到压力 我们是不知道了 反正蔡英文就随口就可以讲说 因为有企业家告诉他说 他们受到压力 但是他们员工会挺菜 因为你这是无可考的 我们这搞新闻搞这么久 就说他随口讲出来 你没有办法去求证 你知道吗 所以是不是这些企业家 受到压力 你说了就变成是有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求证 但是你从这样子 一个看的当中 就说这些的企业家 刚才现后讲说 其实也有很多的企业家 说他们也要 他们实际是支持 台湾的这个精神的 支持蔡英文的 那就出来 那就出来对抗九二共识 用支持台湾共识 来支持蔡英文 对抗九二共识 这个有实际困难 因为现在执政者是马总统 那企业家其实都很聪明 他们即便是支持 他们不会去支持马总统 也不会跑出来说 我不支持你 这个不是做生意的方法 这些人是为利益 不支持的人也是为利益 一样这个都是利益 这是利益的考译 我只是提醒说 你有一个人 人也有一个人 当然这些人 因为他支持的是 现在执政党 比较容易讲话 但我跟你讲 我的问题是说 支持反对的 比较会没有声音这样子 这是长期的 那我就来讲说 现在是你把他 把他支持马总统的 归类为这样 就是说你把这些的 企业家们一下子就 化在一个为富不仁的奸商 在那个对立的层面上 请问一下蔡英文 你真的当选了以后 你要怎么样 来跟这些企业家相处 你要怎么样 来带动台湾的经济 你把这些企业家 都已经打成敌人了 你怎么样来跟他们 怎么样来拼台湾的经济呢 民进党的哲学是无所谓 反正有政权在说 我不太想讲我自己经验 可是这两年来 因为我在北大念书 所以我几乎每个月 都要去十天 我第一次 我讲的是真的 我第一次 有五年没有去北京了 然后我到北京的时候 那一天我走的 因为他的大的 那个首都机场 只有中国居民 跟非中国居民 那我拿的是台胞证 我真的 在我走到那里的时候 我去问公安 我台胞要走哪里 公安一定是告诉你 走中国居民 我想了一下 我就走中国居民 然后呢 我就到厕所去掉了 两滴眼泪 我不骗你 就说这是我第一次 后来有人笑我 我说我是被一个国民党 党国这个教育的 洗脑的结果 但是我讲的真的是实话 我讲给施明德 听他笑的要死 我在厕所哭 我想 为什么要用台胞证 走中国居民 后来我真的不骗你 我告诉我自己 这叫一中各表 我讲的是我的两心话 当时是我第一次 觉得苏启的那个九二共识 还真的富有高度的智慧跟玄机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你又可以 我不骗你 当做一个心理的位阶吗 这个是两岸 不是 我的中华是 两岸之间太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必须放假争议 然后现在双方所有的人都知道 放下这个一中的争议 因为对方是一中 我是各表嘛 我们放下这个 可以努力的做很多双方 都很平和的事 这是这些企业家的想法 我想想 我想他们也是这种感受吧 我进去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后来我们有一群的朋友 要一起到美国去 到日本去玩 然后都是北京的同学朋友 十几个人 他们办签证非常困难 然后问我 你怎么 你的签证呢 我说日本免签 美国有五年签 你知道吗 现场是鸦雀无声的 这两件事情告诉我 我们的主权没有损失 我们的荣誉是在的 所以这些企业家讲的话 我相信他们讲的是真心话 今天有了EQFA 有了九二共事 付诸实现的实力 我相信他们讲的是真心话 陈其迈说 在中国有大事业的 才会挺那个 九二共事 在中国没有事业的 就是不是成功的 全世界的财团企业家 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大的企业 你在北京没有办事处 你在上海没有办事处的 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 或是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请你把自己的铜镜拿出来 看看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丑的 我在想 这个整个的一个 刚刚可可讲的 全部就回到刚才江老师讲的 可能企业家就挺一个安和乐利 大家都平安了 都很和气 然后快快乐乐 赚到钱了 我可以赚大钱 其实大概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崇高的目标理想 或者是愿景 不是 目标理想在呀 还有时间啊 有空间啊 蔡英文就要想到的就是 你没有给大家这种 安和乐利的感受 所以他们没有出来挺吗 蔡英文也有企业家挺 自由时报的林隆山 在国际上的排名是低 台湾的排名它是第六 很好啊 他哥哥排名是第八 林立林排名第八 他们不是非常挺蔡英文吗 他们不是企业家吗 所以他也有财团跟他站立体 你不要假装清高啊 所以我觉得不是 在这整个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在选举之前啊 这些很多的细节 已经不能够再讨论 但是它会有一个氛围 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一个 一个是不是大家在 往马英九那边靠的一个氛围 除了这些企业家的表态 这次看起来还有 台湾选举年的八方来住 连你邻国 我们的邻国 大家都在表态耶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表态 受中共的压力嘛 对不对 而且他们在中国有庞大的势力 他们都是马油油 这就是三个原因啊 美国他讲 他给我们在免签候选国 你可以不给我们 因为美牛的事情没解决嘛 对不对 你可以不给嘛 一定要在选举年的时候 来这么一下嘛 他派了什么 能源部副部长 国际开发总组署长访问 是美国官员访台最高的层级 同意我们的什么战机升级 对台军售58.5亿 日本做了什么 日本签了台日投资协定 签了开放天空协议 约于松山跟雨田直航 韩国是松山金浦直航 结果日本跟韩国 共同完成了就是 马英九上次的证件 东北亚黄金航圈 香港是双方第一次用官方的身份 签台港的航约 英国是让我们的青年打工 度假协定 我们的青年去度假打工 可以一年到两年在英国 国际大学运动总会 2017年他们把施加运 交给我们在台北办 63个国家在大选年 或是说在大选年 就是2011年 提供台湾免签 或者是落地签 包括欧盟 以色列 澳洲 一共63个国家 一年之内 这些 八方相助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有理由 就是这些的动作 其实都有他们的意义在 就我们的周边邻国 其实是不太信任小英的 现在我们有没有觉得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我这样看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胡锦涛今年1月1号 他的谈话 就是12月31号就发表了 后来又加了一点内容 第一次讲的时候 他说两岸之间的关系 未来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后来发现没讲到 求二共识 补上去了 我补的方法是这样 我把他的全文这样说 他说未来我们是 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继续跟台湾交往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 让我们两岸和平发展 所以归纳起来 原来九二共识到最后 胡锦涛的看法是一国两制 那我要请教大家 如果九二共识到最后 往一国两制走 现在我们要不要提出一点 不一样的见解 两岸的政策 一定是这一次大选的 非常关键的 最后的 让人家投票的时候的 一个选择的关键之一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但到底是九二共识 还是台湾共识 说实在话 九二共识 我们已经看到 他整个的执行的方式 台湾共识 我们不知道 蔡英文也没告诉我们说 他要花多久的时间 来形成台湾共识 他就说大家坐下来谈 那要谈多久 是一天 一个礼拜 三个月 还是一年 不知道 那如果这个还没有形成 台湾共识之前 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统统停摆 我觉得这个未知 是让大家觉得 这个票没有办法支持 他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们待会儿 回来要看的就是 明天 阿扁就要来出来 去奔他岳母之丧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大家真的很好奇 我们待会儿 by bwd6